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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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学科实际出发 可以适当安排一次西中考试 但是考试难度不能超标 发这个成绩的时候呢 要实行等级评价 不能够具体到分数 另外教育部还规定 新学期开学之后 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 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 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 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 学校和老师也不能再给家长变相布置作业 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杜绝重复性惩罚性的作业 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 考试结果也不排名不公布了 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 但是严禁按考试结果 给学生调整分班 排座位贴标签 这些政策要是都落实了 孩子们的学习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也可以好好地睡觉 长身体了对不对 有调查显示说 现在的中小学生最缺的就是教 最愿意的得的就是那个近视眼 有67%的中小学生 睡眠时间不达标 原因就是因为要写作业 列维林看看 课业压力不大了吧 学课类的教学难度也下调了吧 那么孩子们在学校都要完成哪些学习任务呢 双检政策实施以后呢 教育部表示 新学期要实现课后服务的 校校全覆盖保障时间五加二 就是学校每周五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 每天至少开展两课时 教育部表示说 教师可以实行弹性上下班 对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 可以给予相应的补助 课后服务呢 还可以聘任退休教师 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 或者是志愿者参加 那孩子们在学校 就可以上到更多的特长课了 另外呢 针对青少年沉迷游戏的问题呢 国家新闻出版署呢 近日也下发通知 出重拳来整治 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呢 所有的网络游戏企业 尽可在周五周六周日 和法定节假日每晚的八点到九点 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的服务 那么其他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是的 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 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 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要积极引导家庭 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营造良好环境 孩子就是未来啊 各项新的措施 也是在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来保驾护航 是啊 明天就要开学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一会儿来介绍一位物理老师 说到这物理 坐在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您是不是都想起 当年被物理课支配的恐惧呢 哎呀 就记得当时那个物理的各种公式原理 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背影 哎呀 什么叫重力加速度啊 对吧 如果呢老师把所有的这个物理原理 都用实验的方式给你展示出来 那你能记得住吗 在贺南的一所种学 物理老师六宝剧 就特别擅长用小实验来讲大道理 咱们一起去来看一看 想上纸花 哇 哇 哇 天女散花 送给大家 这是静电感应的一个过程 通众电荷箱排斥 金属板也排斥纸花 纸花之间也互相排斥 所以一句话就飞起来了 这样的物理课谁能不爱上啊 用刘老师的话说呢 不做实验的物理课堂是没有灵魂的 能做的实验尽量都要做呀 对啊 这样的物理课呢 学生们学的都特别的积极主动 又是别人家的老师系列啊 快开学了 老师们把各自的才华都已经准备好了 同学们准备好接招 好嘞 说等一下咱们新闻继续 下边我们要说的这位89岁高龄的老人 对孩子们的爱也是荣在了自己默默的行动当中啊 嗯 在浙江杭州的街道上 每当夜幕降临 总会有一个瘦小的身影推着三轮车 翻着大大小小的垃圾桶 他就是89岁的石黄老人王深森 王深森老人呢 退休前呢 是一位高校教师 还曾在部队从事参谋工作 那老人呢 有退休金 生计不愁 那他又为什么要拾荒呢 而且一坚持就是十年啊 原来每个月啊 王老都会将收费品赚的钱 和自己积蓄的一部分捐赠给需要资助的贫困学子 王老一晚上减大的费品一般能卖到15块钱左右 一个月能挣到三四百元 2012年的夏天 他通过媒体得知 一位名叫徐玲玲的女孩考上了大学 却由于生活拮据只能够四处打工 从那之后呢 他就决定说 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贫困学子上大学 大学四年 王老陆续资助了徐玲玲1.8万元 时至今日 王老以先后截顿呢 资助了四个孩子 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王老说 他想通过行动告诉孩子们 有困难并不可怕 只要勤奋努力 肯定能够迈过那些坎 让王老感到欣慰的是 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 一个个都学业有成 徐玲玲大学毕业回到老家 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王老的故事也感染了身边的人 因为邻居每个月都会拿钱和王老一起助学 这就是爱心的传递 我们也祝福王爷爷健康长寿 好了啊 互动新主播 热榜我来说 下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两位老人特别有爱的小瞬间 问说 两位岁数加起来有205岁的闺蜜 聚在一起聊天是什么样的情形 最近这一幕就发生在浙江 102岁的奶奶徒步两公里 只为了能和103岁的闺蜜唠唠家常 就了解这两位老绍兴啊 原本是同一个村的 从小一块长大 长大之后又嫁到一个村子里 这个缘分让人羡慕 对此网友也纷纷表示 好福气呀 我可以有这样的姐妹吗 心态决定生活质量 咱们祝福这两位百岁老人 福如东海 笑口常开 共享美好生活 愿他们今后的生活健康快乐 永远的精神绝朔 另外希望我老了 也能有好哥们跟我一起喝啤酒 录个串 玩球什么的 100岁还能喝啤酒 可以好好期待 我觉得我100岁的时候 应该还可以跟姐妹一起追追剧 一起逛逛街 一起聊聊八卦 您真能确定您能到100岁 你没有畅想一下吗 那我一定 我假如到了100岁 我是得跟老朋友下下棋 写写字 打打太极拳什么的 那你说对 就这事吧 得有一个前提 就是咱们得先活到100岁 咱俩白高兴半天 咱仨白高兴半天 这个吧 就是我背上去努力 多运动 多吃健康美食 对 当然独月乐不如中月乐 有好喝咱们就也多分享 接下来跟大伙来推荐一款 适合饭后吃的水果黄桃 一种桃子从脆甜到这个软糯 都能吃得到 有软有脆 老少咸一一样 这个桃为什么叫黄金脆呢 因为这个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吃起来口感脆 所以它就叫黄金脆 它的这个生殊器是在大约的酒员上去 生殊中期一比六十天左右 它这个抽属以后 大约中大约在三倍至四倍克 它这个生殊器 它一粒的这个桃肺它就短 吃起来它就甜脆 要说这个黄金脆生长的地方 真叫人羡慕 山东省以水县 这个是以猛山的腹地 这一地儿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区 加上灵矮颇环 灵顶浑圆 古地宽展的地势 结出来的桃子非常甘甜 这个山的高度大约的海拔 至三倍至五百米 周围也很大 它有利于这个桃的这个桃肺积累 所以说它让这个桃呢就更甜 这个山上的这个土壤呢 透气型号 透气用于这个生残 尤其是适合这个 环境脆这个皮肤的生残 这里的这个月量充沛 再加上各个母户 都有这个皮肌的管理系统 多有这个桃子身上的这个水分水球 要说这黄桃对土质的要求还挺高 PH值得在4.5到7.5之间 而这个地区土壤的PH值 刚好是5.3到6.8之间 得天独厚的优势 成就了这儿的黄桃品质 与其他产区的不同 加上种植们标准化的作业 更让黄金粹吃着放心安心 金黄色的外表 绝不催熟打大的品质 汁多甜脆的口感 加上每一个桃子 都在300到400克的个头 绝对让您吃了 还想吃 山东黄金粹吃完都陶醉 快递送到位一点都不贵 外国海包培 您家得常备 刚才这个陶农的汉语 达到了汉语听力的六级 就是为了保证新鲜 桃子献材献法 献法 黄金脆套 猜债期就20天左右 你错过来可就知道 等等明天呢 行就这段话的话 如果以普通话的标准 来扣钱的话 你应该扣600多块 一字五块钱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这个位置的 二维码来关注 北斗荣媒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页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正宗黄金翠桃 惠民秒杀中 北方嗨购为您产地直发 包邮到家 下面是我们的 说点下的一组最新消息 说30号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 天文一号任务 祝融号火星车 史上火星表面满100天 国家航天局 发布了最新火星全景影像 以及祝融号火星车 行径轨迹图 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 30号发行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成功 说30号 文旅部印发通知 从年管理演职人员商业活动 绝不为违法违规 失得师范人员 提供舞台和平台 说水利部30号发布通报 预报近期和秋季华西秋雨明显 长江流域嘉陵江 明江 陀江 汉江和黄河流域 渭河等江河可能发生秋训 说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 赤丰市 克什克腾奇公安局了解到 半民警于日前 破获一起危害珍贵 兵威野生动物案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四名 查获涉案野生马鹿角 超过60公斤 说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 和圆圆迎来了17岁生日 台北市动物园30号 为这对夫妻举办了 温馨有趣的生日庆祝活动 说记者30号 从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了解到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并经粤澳两地政府协商 粤澳新通道 清贸口岸定于9月8号15点 正式开通启用 新口岸距离观察口岸约800米 主要功能为缓解拱北至观察的通关压力 口岸设计通关量为每天20万人次 说2021年8月30号 北京海淀法院审结一起 涉疫情刑事负贷民事案件 被告人方某拒不配合防疫检查 将保安打伤 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并赔偿负贷民事诉讼原告人 即本案被害人丽某 因伤造成的损失人民币2万多元 说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网站 近期在市场监管总局的行政指导下 哈罗 清局 美团 怪兽 小店 来店 接店 搜店 8个共享消费品牌 经营企业积极整改 取得成效 共享消费领域价格涨势 得到有效遏制 标价逐步透明化 规范化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见辽宁 带着新中国工业电基地的无上荣光 经历老工业基地转型的阵痛 和面对新闻科技革命的汹涌潮势 如何描述工业大省辽宁未来的模样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进入十四五数字辽宁 制造强省成为辽宁大地上的最强硬 今天的看见辽宁 我们共同来领略辽宁正在发生的数字谍变 安钢本是一家传统的炼钢企业 而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应用 正在给这家老牌国企赋予新的能量 今年一月份 安钢自主研发的世界首个 5G工业专网加智慧炼钢 实现工业化应用 依托大带宽低时延的 5G工业互联网和云计算平台 以前由诸多岗位互相配合 才能完成的炼钢工作 现在由云端大脑 就可以自动控制完成了 从管理系统上云到生产系统上云 从供需精准匹配的纸彩平台到现场无人化 操作精准化的智慧炼钢 从工艺流程 再造到打造行业及工业互联网平台 新中国钢铁工业摇篮已经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领先者 和安刚一样 更多的应用场景在辽宁数不胜数 辽宁工业门类齐全 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000余家 装备 冶金 石化等优势产业 在国内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是这些企业为数字技术发挥优势 提供了庞大的应用场景 在神谷集团 规划设计一台天然气管道输送压缩机产品 只需输入参数做好选行 生产车间的操作人员通过联网的公控机 一键下达加工任务 做压缩机的整体设计的话 原来是需要至8天到10天的时间 那么我现在在两天内就可以完成了 能压缩70%的时间 从我们的设计的源头开始 到工艺 制造 这全过程一去贯通 在大洋集团 西装智能化工厂 通过面辅料自动存储运输 智能 吊挂生产等技术 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服装的柔性生产 定制服装从不同的工厂汇总到这里 通过这套智能的分解系统 我们会把属于每一个顾客的 定单的所有的品类 所有的部件 全部给它选配到一起 它的效率是我们原来的几十倍 在恒利时化 俯顺新钢铁 生产线数字轮升项目建成投产 实现了炼化钢铁生产过程 全要素 智能感知互联 和数据高效集成 大家现在看到 这个小家伙正向我走来 它是新钢铁正在实验阶段的机械狗 未来它将被广泛应用在 巡检操作当中 实现智能化无人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东北制药特变电工审变集团 审飞 民用飞机等一批企业 建成智能工厂 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1.2% 运营成本平均下降15.6% 我现在乘坐的就是 东软瑞池L4级无人驾驶测试车 在特定的道路和环境当中 所有的驾驶操作 都可以由这个无人驾驶系统来完成 目前这个系统能够完成的典型场景 包括红绿灯的识别 其他行人交通参与者的一个交互 这些交互又包括跟车 避让 超车等典型场景 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目前我们已经成为 自动辅助驾驶领域领先的技术供应商 作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 东软集团以软件为各行业赋能 旗下的东软瑞池无人驾驶产品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领先 东软医疗研发并推出 中国首台国产CTG 东软西康打造了中国首个 以城市为入口的云医院平台 今天的辽宁 数字化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辽宁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区域竞争力 评价综合指数居全国第八位 汇聚了一大批人工智能企业 整体产业规模超过110亿人 辽宁是全国集成电路装备产业 三大重点地区之一 是世界最先进的非一身性 存储芯片制造基地 辽宁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离岸外包收入位居全国首位 去年10月 辽宁成功主办 2020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汇职永久落户辽宁 那么辽宁也是工业的基础 最为寻厚 应用场景最为丰富 发展的动能和动力 最为强劲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业的大声 那么通过工业互联网来助力 辽宁乃至东北三省的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拥抱智能时代实现数字叠变 2020年11月 省委12届14次全会明确提出 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目标 去年12月 数字辽宁发展规划1.0版印发 提出到2025年 全省数字经济规模 占GDP比重达到45% 今年4月 辽宁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公布 围绕全力打造数字辽宁 加快推进制造强省 做出一系列部署 建设数字辽宁制造强省 核心就是发展数字经济 工业是主战场 主力军 产业数字化的应用场景优势 和数字产业化的数据资源优势 是我们手上最大的本钱 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 加快辽宁制造 向辽宁制造转变 激活场景资源 数据资源 需要完善信息基础设施 国内首个星火链网 骨干节点落户应口 今年年底 星火链网超级节点 还将落地沈阳 截止目前 全省已建成5G基站 三万余个 居东北首位 全省盛线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 二级节点六个 再建十三个 接入企业397户 居东北首位 15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服务企业超过 一万五千户 连接工业设备 仅十万台 辽宁的本钱 吸引着投资者 分支看来 剩下时间 西门子全球首个 数字化赋能中心 华为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腾讯云工业互联网 创新中心等项目 相继落府省府示范区 数字经济产业园 正式挂牌运行 不到四个月 这里已经入住了 57个项目 我们选择辽宁省 主要是因为辽宁省的 整个的重工业 门类比较齐全 这个我们在整个 其他的南方的省市找不到 在未来的三天之内 我们要服务 我们辽宁省的企业 1500件 大连举行的 2021中国塑胶会期间 大连市推出了 700个数字应用场景和项目 总投资估算 近1400亿元 从布局智能工厂 智能车间 智能生产线 到推动企业 上云用数复制 从组建省大数据管理局 建设数字政府 到推动智慧城市 数字乡村建设 辽宁正在升值 数字基因 加快数字叠变 数字辽宁 制造强省 必将成为 异议闪光的 辽宁新名片 神的下 我们来观众下面的消息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一孩交接仪式将于9月2号在韩国仁川机场举行 为了完成这一庄严任务 以最高标准迎接烈士回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仗大队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开始了高强度的集中训练 九名富汗礼兵经过选拔身高都在一米八八以上 行进中始终保持上身挺拔 每一步起落节奏一致铿腔有声 脚跟离地三十厘米 腰直本直 脚尖上翘 与腿约成九十度 步速约每分钟二十四到三十步 这是礼部的标准 不同于阅兵中气势辉煌的正部 更显庄重威仪 训练中他们模拟从韩军手中接过棺果的过程 双手轻轻穿过箱体两侧 安稳地托起棺果 而在每一名礼兵的心里 这是一次庄重的托起 眼神里是肃穆 是庄重 是对志愿军的崇高敬意 在实际任务中 棺果的重量在三十斤左右 托起时间长达五到六分钟 为了这个动作 礼兵们把模拟箱的重量提高到五十斤左右 托起时长延至二十分钟 全程身体始终挺拔有力不晃动 箱体高度双手托举的位置 都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 在训练中 他们经常会把两个小臂内侧 磨破皮或者是红肿 而由于任务的特殊 箱体必须是轻拿轻放 要保持身体挺拔 礼兵们只能够靠两臂的力量 去完成箱体每一次的取放 从俯身到摆放 所有动作的节奏要求高度一致 他们常常是一天一个动作 反反复复的要练上几十遍上百遍 每一个动作都特别是我们 也要带入感情去训练 我们没有对每一场训练有放松 资源军在我心中就是 主国的英雄 我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也是一群将军事奉献给主国的人 把中国烈士遗害的官国 从韩军手中接过来的时候 感觉到不仅是官国本身的动作 感觉到身上使命感 和老一辈牺牲劣势 对我们的一本嘱托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抗美人潮精神 都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指头 是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 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从2014年到2020年 连续7年有7批共716位 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的遗骸回到祖国 并安葬于沈阳的 抗美援朝烈士林院 最近的第7批是2020年9月27号 我国从韩国接回 117位志愿军烈士的遗骸 由空军运输机运20监运回国 这也是我国首次派遣 国产运20运输机执行这项任务 最近退役军人事务部 联合众多媒体 共同发起了送英雄回家 网络行动 公布25枚与烈士遗骸 同时发现的印章 向全社会征集线索 为烈士寻找亲人 相关烈士的具体信息 大家可以登陆 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情况 或者是扫码登陆 烈士寻亲政府公共事务平台 来积极提供烈士寻亲线索 帮助烈士早日找到亲人 如果您有寻亲需求或线索 也可以登陆这个网站寻找 或者直接联系所在地的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说一下我们希望继续 北京环球度假区 昨天宣布将于2021年9月20号 盛大开源 而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两家度假酒店 北京环球城市当大 将会面向公众正式开放 在正式开源之后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凭门票计入 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游客无需购票即可前往 北京环球度假区开源的时候 游客就可以尽情去享受 这座开源时规模最大的 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了 畅游主题公园当中的七大主题景区 包括37个骑程设施 以及地标景点 来欣赏度假区当中 24个精彩分城的娱乐演出 邂逅卓越非凡的沉浸式体验 咱们跟大伙分享简单的攻略 先说得吃 北京环球度假区拥有80个餐厅和餐饮零售店 比较著名的有梅尔斯餐厅 它几乎是每个环球影城的标配 对 要知道这个汽车餐厅 它还原的是1973年的老电影 美国风情画 让人一下子会进入到那种老电影当中 80个餐饮点 以便捷的快餐为主 路边的餐车可以满足随时补给的需求 价格也比较适中 当然如果说想要吃一顿大餐也不是不可能的 超过110道餐品当中 有65%都是中国以及亚洲风味 35%是西式美食 很多餐厅都是跟电影结合的 比如说公布熊猫盖世之地的平先生面馆 还有侏罗世界的琥珀岭餐厅等等 咱们提醒了大家 就是尽管园区它允许外带食物 但是要知道含有酒精的饮料 或者是要加热和加工的这个食品 还有就是以玻璃器米成装的食品及饮料 但有刺激性气味的食品以及饮料 是不被允许带入园内的 咱们说完了吃再说玩吧 七大主题景区呢 有公布熊猫盖世之地 变形金刚基地 小黄人乐园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Jurassic世界的努布拉岛 还有好莱坞和未来水世界等等 最神秘也是很多影运 最期待的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了 也就是电影那个里面 霍格莫德乌师村 就是听说还可以在那里换上学院袍 手持魔法棒 成为一名准巫师 走上街头去练习咒语 关键我能飞上去吗 当然这一刻呢 我的心已经飞向魔法世界 这怎么办呢 这可以计划呀 计划已经可以安排上了 因为北京环球影城的地铁 公交高速都可以抵达 自驾也没有问题 咱们就等9月20号那天开院 好了互动新主播 热榜我来说 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旅游销体验 说公交车在水里也能开 最近法国巴黎的赛纳河上 出现了一个新面孔 两溪公交车 陆地上还是普通的公交车呢 冲到水里 秒变轮船 游客可以搭乘公交车 从陆地直接进入河道 买一张票 又坐车又坐船 感受不同的风景 不少网友评论说 这我见过 小猪佩奇里边就有 当动画照进现实 也是一种别样的浪漫 好了各位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 我在直播间等您来分享 下来看一组新消息 说美国总统拜登 8月30号发表声明说 美国完成了 从阿富汗的撤离任务 他表示 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存在结束了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拜登还发表讲话 表明8月31号之后 美国将不再延长 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说在抵达巴黎近20天之后 梅西终于迎来了 他在巴黎胜日尔曼队的 首场比赛 29号的法甲联赛 大巴黎客场2比0击败兰斯 梅西在第66分钟 替补出场 上演了巴黎生涯的处子秀 说美国东南部 遭遇飓风肆虐的同时 美国西部山火仍在蔓延 还不断有新的山火燃起 根据美国国家跨部门 消防中心29号公布的数据 目前美国有85处 大规模山火在燃烧 过火面积超过 10117平方公里 说新西兰总理 杰辛达阿德恩30号宣布 奥克兰地区将延长 现行最高级别的4级 新冠防疫响应至9月14号 其他地区将分时分区 调降防疫响应至3级 说当地时间8月30号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对8月30号 针对喀布尔国际机场的 火箭弹袭击负负责 目前阿富汗媒体 还未对此消息进行报道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针对喀布尔国际机场 发射了6枚卡丘莎火箭弹 说毕鲁国家民防局 29号证实 两艘船只当天凌晨 在该国东北部 洛雷托省境内的 尼亚加河上相撞 造成至少11人死亡 6人受伤 另有9人失踪 一名获救者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事发地区当时有误 能见度低 客船船长虽注意到 有船接近并减速 俄罗斯能源火箭 太空公司30号说 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 俄罗斯曙光号功能货舱 发现多条裂缝 曙光号是空间站 首个太空舱 于1998年11月升空 按最初设计 空间站应于2015年退休 但之后服役期两次延长 目前延至2024年 那么这事啊 说起来真是挺后怕的 在河南商丘 一名女子不慎 把车开进了深水坑 车里边还有个孩子 就在车子已经沉底的时候 小伙长战风 和她的父亲赶到现场 跳下水中 实时救人 咱来看看 我赶紧拿签的跳下水 跳下水之后 我想找着 找着扯的位置之后 然后我又前上车来 然后我前上车来 我又跳下去 找到车转的位置 找到车转的位置 然后我一上来 又换了一口气 然后反现我爸 当时也跳下去了 然后我就牵下去 用那个签子把那个草屋扎给他 我这签子吃起扎了 扎了呢 说真的看见孩子躺在地上那一幕 心都跟着疼 好在有幸无险 母女二人在鬼门关走了一圈 又被救回来了 现在母女平安 这是现实版的打虎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给你们点赞 疯狂点赞 另外专业医生说了 溺水救上岸之后 如果没有呼吸和心跳 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是抢救心脏骤停的最有效的方法 黄金四分钟 抢救越早 成功率越高 建议大家都学一些急救技术 网上都有视频 学会了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是啊 说一下我们进来呢 再来看一个救援现场 就在前两天 在河南许昌 一名两岁的男童呢 意外落水了 孩子妈妈救子兴切 从十米高的桥上 直接跳入河中 但是她并不会游泳 结果两个人是双双溺水 情况危机 正在陪孩子在附近游玩的 朱新强听到呼救声呢 边脱衣服边冲上桥 纵身跳入河中 快速到孩子身边 一手托举起孩子 一手滑水 用尽全力把他拖去上岸 把孩子救上岸之后啊 周新强是累到虚脱 而这个时候有人大喊说 水里还漂着一个人呢 周新强事后回忆说 当时太累了 浑身没劲 而且眼前也没有救生圈 如果再冒险下水的话 怕自己也游不动 正是这个时候 又有好心人扔过来两个救生圈啊 于是周新强套上后第二次入水 这个时候另一位市民李小鹏 也扑通一声是跳入水中 还有一个了吗 整个过程看得人是胆战心惊啊 万幸的是孩子没事 妈妈也已经清醒过来 对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四个字 母子平安 就觉得这个是最美的四个字了 而目前的落水者家人 正在为周新强和李小鹏 来申请建议用为称号 真的要好好谢谢这些好心人 没有他们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孩子们的安全啊 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下面咱们再来看一个 说最近在湖南一阳 有两个男孩玩耍的时候 其中一个钻进自助快递柜里 结果被锁在里边了 好友好同行的小伙伴紧急呼救 周围大人和物业工作人员纷纷赶来 大约十分钟之后 孩子被成功救出来 您说多危险 这是及时发现了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必不可少 可不是 哪都能玩捉迷藏的 好了各位 手机直播还在继续 欢迎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我在直播间等您来分享 咱们一会儿再来念念您的留言 先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说28号广东珠海的梁先生 正在家中睡觉时 有人敲门告知邻居家起火了 这时梁先生发现 四家卫生间窗户 正对着邻居家起火点 就先用泼水的方式灭火 结果并没有起到作用 情急之下 他拿起卫生间的花洒 一顿喷洒 最终将火成功灭掉 离味不乱 出手相助 为好邻居点赞 说开学了 四川自贡一所小学的学生们 收到了班主任张老师 为大家准备的开学礼 一束旺仔花 张老师说 送孩子们花束 是希望孩子们 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这也是张老师连续第二年 为学生们准备的开学礼 爱生如子 心连心啊 说湖北实验银行里 刘女士声称 自己买手机 中了一档汽车 要向对方汇七千多元 银行员工觉得 他可能被骗了 于是报警 民警到场之后 和银行员工一起劝 说刘女士不要盲目赚款 随后刘女士联系了手机店 手机店确认 该活动真实有效 刘女士是真的中了辆车 虚惊一场皆大欢喜啊 说最近 在河北邯旦那个婚礼上 95岁的外公 为外孙女手写的订婚书 轰动全场 外公说自己是 先拿尺子量好尺寸 算出每列字的间距 又量好每行字的大小 看似简单的婚书 外公写了45分钟 外孙人介绍说 自己是外公带大的 能收到外公写的婚书 是最大的幸福 这份婚书比比都是爱呀 今天的互动话题 年初定下来的目标 实现了多少 来看看大伙的留言啊 网友我在人间彷徨 说时间越靠近过年呢 越有种快要交白卷的感觉 你别去 还有四个月呢 还有时间 赶紧答题吧 网友幼稚颜汽水 说年初给自己定下目标 去学车 昨天终于考完科目三 过了 恭喜 网友敬哥哥 说每到月份的最后一天 都要回忆这个月发生的精彩 期待下个月更好 不浪费时间 不浪费青春 网友明月几时有 说我的目标是存两万的私房钱 现在还差五万 你这还拉了几荒了 上乘请闭眼 说2021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了 继续努力 把焦虑划成动力 想要好的未来 就努力去创造 余光索急 说要好好开始规划和准备了 好多任务 一步步提上日程 勇敢扭扭 不怕困难 你说牛不牛 说我给自己定的目标 是减肥成动 结果真就胖了二十斤 言业之情 说感觉夏天是一年当中 走得最快的季节 这个月看完了三本书 其中有一本 有句话说得很好 只有初衷和希望 永不改变的人 才能最终 可不困难 打打 一步 还有那一项 不过 就继续 会不会再次 外奔 才能最终 忘了